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整夜来来回回走进走出 梦云也偷偷观察 但最终谁也没有主动去和好 两人可谓是各怀心事 于飞和丁点边吃火锅边讨论梦云和林家分手的事 由于于飞专注于玩手机 所以激怒了丁点 于是丁点就要查看于飞的手机 于飞顺势将手机丢进火锅里 之后二人进行真心化大冒险 由于双方隐瞒过多的 所以提出分手 梦云和于飞回归单身后 夜店 酒吧 朋友聚会各种嗨 以此来放松心情 林家搬到丁点那里跟他同住 由于心里难受 丁点喝多了 趁着酒意给于飞打了电话 两人在电话里大吵一架 林家由于心神不宁 工作不认真 被单位放了长假 他打算利用长假出去旅游 为了挽回面子 丁点约于飞出来 进行了一次了断 将双方送过的东西都还了回去 由于丁点喝多 第二天两人醒来后发现在宾馆的同一张床上 可谓是尴尬至极 梦云不断回忆着和林家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在查看着林家的朋友圈生活动态 忍不住跟于飞抱怨和质疑林家出去玩 那些全身照究竟是谁替他拍的 林家旅游回来后参加了同学会 同学里一个叫王兴的男同学 对林家颇有好感 并对他照顾有加 在晚上打电话问候得知林家发烧的时候 连夜将他送往医院 而孟云却打电话让丁点给林家送药 于飞让一个叫马狗的朋友 在网上勾引试探丁点和林家 最后马狗认为林家和丁点已经走出了失恋的阴影 反而是孟云和于飞进入了回忆阶段 他们通过马狗给自己介绍到了一对双胞胎姐妹 这段情节可谓是小料十足 最终于飞被打得鼻青脸肿 于是于飞和丁点又进行了坦白局 喝着喝着 酒后醒来再次发现睡在了一张床上 马狗打电话告诉于飞 说林家和丁点在KTV参加公子哥组的局 两人冲去KTV 于是想办法把公子哥吸引走后 他们发现了孟云和于飞来了这里 林家拼命地找也没找见孟云 孟云得知林家一人待坐在KTV大门台阶上时 他冲了出去 却看到林家上了王兴的车 他觉得自己要失去林家了 哭得撕心裂肺 之后孟云从王子的身上看到了 林家跟自己在一起时的影子 两人关系越走越近 与此同时 林家和王兴也越来越近 而于飞和丁点还始终维持着那种 藕断丝联的关系 王子始终知道有林家的存在 有一天王子找到丁点开的咖啡店 在店里他和林家对视了一会儿 便从眼神里得知了所有的事情 丁点告诉孟云后 孟云不顾一切地往林家家里跑去 可林家家门口一双男人的鞋 刺痛了孟云的心 孟云稳住了王子 而林家也伸手抱住了 守在床边的王兴 王子知道孟云心底爱的是林家 于是向孟云提出了分手 但只要孟云心底有一丝爱自己 他都会跑向孟云 最后我们听到的是王子的哭声 林家准备离开了 临走前订购了对他天生过敏的芒果 而孟云则穿着大话西游中 至尊宝的衣服和金箍 模仿至尊宝 因为以前他们两人谈论过 紫霞和至尊宝两年的爱情 所以孟云他答应林家 如果林家要离开他 就用至尊宝的方式 表白他的紫霞仙子 所以这个时候 他在楼下流着泪 对着林家大喊 我爱你 而楼上的林家却拼命咬着芒果 过敏的反应让他呼吸急促 全身起红斑 可他没有一点停下来的意思 还是一口接一口地吃 最后晕倒过去 而楼下的保安 则将孟云按在地上 动叹不得 影片的最后 王兴从林家怀里接过孩子 一家三口 十分温馨地坐在草地上 好了 今天的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或是有什么好的提议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我们在评论区里面